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焦点对话节目 前不久美国气象局就发布了 2013至2014加拿大冬季天气展望 说加拿大将会有一个非常多雪的冬季 那么提到这个下雪 每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呢 道路就会非常的湿滑 这样呢就会引发一些意外的发生 比如说这个滑倒就引发了一些骨折啊 或者是蝉血扭伤之类的 那我们今天的非常高兴 邀请到了前国家队的队医贾医生 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冬季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来避免由于下雪引发的一些意外 贾医生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们大家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怎么样来避免 就我刚才提到的冬季下雪 引发的一些骨折 就是滑倒之类的一些意外 这个一般首先就是要知道大概在什么样的地方容易滑倒 我们总结大概是三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有冰的地方 但是你没有看到 比如说不管是由于光线的问题 还是说由于雪覆盖 第二个就是像楼梯或者下坡的地方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有一些地方是有地域面上有冰棱形成的地方 这些地方是非常容易形成滑倒的 那么在这种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去注意呢 一般我们就是说要改变你平常走路的方式 我们平常走路都是大步走 那么我们的脚在朝地的时候是一个由脚跟朝地 然后逐渐滚动到前脚掌用力向后推动人体向前走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很大的是一个脚与地之间的一个横向的力 那么这个摩擦力使我们能够迅速向前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调整步伐 使你只有原来步伐的一半 而且走路的时候要全脚掌朝地 全脚掌抬起 那么这样的时候 我们避免了脚与地面的横向滑动 这个是你滑倒的重要原因 所以当你走路改成这种方式 那么脚与地总是一个垂直的关系 这种情况就不容易发生滑倒 那么这种情况也适合任何人 包括在冰上行走 这都是安全的 第二个我们要讲一下 就是针对老年人 我们不建议血后外出 对尽量不要外出 什么情况 是因为这些人 他的灵活性协调性已经大大的降低 同时还有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 所以一旦外出摔倒 多数都会发生骨折 会带来不必要的疼痛和生活的不适 那么如果购物 我们都建议一定是在血前提前购物 准备好了 那么有些人是喜欢户外锻炼的 我们也建议在这个时候改在室内 这样的话来避免发生这种伤害 当然有的时候你特殊情况 你必须要出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建议一 一定要在天气特别好的情况下 视野光线都很好的情况下 再有一个尽量有人陪同 当然走路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 要采取这种方式 但是特别提到的一点 就是在下楼梯和下坡的时候 尤为注意 因为老人由于害怕 习惯把身子有点往后倾 觉得这样安全 实际上这样反倒增加了脚与地面的华丽 这个时候反要身体略微往前倾 使人体与地保持一个垂直的关系 这样反倒不容易摔倒 这个是我们谈的这个情况 我们就如何避免冬季下雪 就是东西多代的雪天 您也知道一下雪下非常大的雪 我们蝉雪有时候就非常用力 不小心扭到了 那怎么办 像这种情况 我们一般给几个建议 第一个叫能推不缠 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你的地方够宽 能用身体去推雪的时候 不要用敲去缠雪 因为缠雪人体的负担比较大 而推雪你是用的腿力和腰力往前平动 那么这时候身体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那么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我们是说叫推大缠小 也就是平推的时候 你的这个锹可以宽大一点 但是如果你是要缠雪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它小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实际上这个冰雪 重量会非常大 特别是在雨加雪的情况下 重量会非常沉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还用这种宽大的推雪的敲去缠雪 极易导致损伤 对 在选这个铲子方面上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对 所以如果你是在铲雪一定要换小的 哪怕次数增加一些 也不容易导致损伤 那么第三条我们说的就是铲雪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就是铲完了一定直起伸笼 再转身抛这个雪 许多人是什么呢 是边铲边转 这个是极易导致腰部韧带损伤的一个机制 所以要特别注意避免它 那么第四点是左右交替 就是右手在前 这么铲一会儿 完了换 换到左手在前 这边要左右交替 那么这几点都是避免铲雪 容易形状损伤 这个铲雪还是真是一门技术 我还是会有人因为疏忽大意发生一些意外 比如说扭伤了 动不了了 摔倒了 起不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像你说的 如果它动不了 那肯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了 当然是第一时间打911 那么什么意思 就是有专业人员来给你加以保护的情况下 送到医院去看病 如果有些人能动 但是发现受伤的部位 肿胀 淤血比较厉害 像这种情况 我们也说伤的已经是比较重了 也还是应该及时的就医 要拍S光片 来确定有没有骨折发生 或者有没有韧带的撕裂断裂 当然我们说 作为患者也可以采取一些急救的措施 特别就是在家附近的时候 那么第一就是制动 什么叫制动 就是保护你受伤的部位 限制它的活动 避免尽量刺激炎症 进一步加剧 第二个就是可以采取冷敷 冷敷是什么 用湿毛巾包上冰袋 放在你受伤的部位 这样能够比较快的 减轻炎性的渗出水肿 同时能够通过冷阵痛 减轻疼痛 如果是在你受伤 是正好是在诊所附近 当然也可以到诊所求助 比如用中药服 用针灸 也就是说 最开始你采取任何措施 都是为了减轻炎症 但是特别注意一点 就是千万别用热的 这时候用热的 会使你的炎症更大的扩散 本来是中度 你一热了 它表现的炎症可能就是中度 这一点是要格外注意的 在炎症得到控制以后 那么你针对它的病根 我们还可以继续采取针灸 按摩 这就是这样 好的 今天非常高兴 也是非常感谢 贾医生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多的有效的信息 冬季出行确实存在了一定的风险 尤其是老人和孩子 还有一些广大的司机朋友们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